应该用不少快递吧 不多 我不太喜欢网购 没有那么30年的经验 我就有13年的经验 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快递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中国快递它是有一个特征 就是说走几端了 要么是特别特别特别快 快到想不到 要么是特别特别慢 当然了总和来讲 其实比国外快得多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中国人那么多 中国人多应该慢才对 怎么那么快呢 对啊 你肯定是反过一周嘛 当时我觉得我好慢啊 主要的是 社会的要求和需求是不同的 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对对对 我在意大利买一个东西 大概用两天三天四天 无所谓 但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啊 没有像他一样的 啊我需要这个口红啊 因为明天我们要上节目了 那没有呢 而且人家很喜欢去逛街啊买东西啊 所以就是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只不过呢我可以 比如说你刚才用的一个非常专业的 就是对这个快递的判断 我是比较表面的 比如说EMS呢 我觉得非常的安全 但是太安全了 因为什么都想知道 我记得08年的时候呢 阿勇慧我想给我的偶像 给他寄了一封信 哦到了邮政的时候 他们什么都想知道 这个谁 里面内容是什么 哦我这是给我的偶像 是一封信而言 然后这个顺丰啊 形象特别好 包括什么衣服啊等等 真的很好 色有点贵 嗯 京东啊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认为是最最最注意环保 或者绿色 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物品 他没有第二次包装的 他直接把他的原装的盒子给你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菜鸟最麻烦 因为我还要去取这个 那是我给钱的 我是买了这个东西 你快递我还要走 因为可能 从我这到最近的那个菜鸟 那个地方 我要来回都要二十分钟来 那我觉得太麻烦了 但不管怎么样的 这个快递还是蛮有趣的 因为有中国的快递这么多 发达这么多 我觉得已经形成了 中国快递英雄史 比如说EMS就像是像什么 像黑豹 它本身是有实力 背后身后还有一个 整个国家支持它了 我们的顺丰呢 我是想像蝙蝠侠一样的 可贵 蝙蝠侠的装备啊 都是要稍先买回来的 可有钱了 京东啊 它算这个星爵一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力 它的装备呢 看上去很好看 只不过呢 都是次货 后来呢 成长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这个银河系的一个 重要的领袖 最后 阿里系的这个参严的话呢 像中国的呼噜一样的 呼噜一样的 很便宜 只不过 他们有一个能力 组成 金刚 葫芦娃 所以呢 中国这个完全是可以拍一个动画片 把中国快递作为一个角色 完全是可以的 这就是某种